不要死定 死定 救命 死定 老天保佑 保佑我姐渡个这个难关 保佑保佑 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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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啊 是个女孩 姐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 姐你看他 腰上来 姐快看看 走过去 我不想看见他 你这是干嘛呀 孩子是乌乌的呀 我这边跟您确认一下 孩子出生证登记江欣欣是吧 是是是 哎护士 你这外边出什么事了 怎么闹火我 下次集团的千金蓝场 这才干渡过了危险期 你说什么 下市 是啊 有都能就是不一样 下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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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凭什么 陪下市的千金也怀了我的孩子 夏君华那个贱人不是说不想生吗 我在冰箱上做了手脚 好 况且她是我老婆 若生孩子也是天津地野 那我算什么 你明知我有老婆 而且我们也只是玩玩而已 干嘛 想要孩子赖着我呀 你混蛋 行 这巴掌我受 这里呢 有五十万 把孩子挡了 往后我们父母相亲 啊 啊 啊 你要是敢走 我就去把夏君华杀了 让他一世两命 嗯 我告诉你 夏君华是夏君华为意的前进而如 有情定间的心 怎么和他斗 你不会如意的 我不会把你如意的 啊 我警告你 要是乱来 就别怪我们人究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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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啊 啊 夏君华 你毁了我一身的心意 我要你们尽情与会的养着我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你就跟着我一起见到秘密 成为你最瞧不起下的人 你 孩子 啊 啊 孩子 孩子 孩子好像哭了 关你的事 姐姐 你这么着急出院干嘛呀 你和孩子心里都很虚弱 快回去 还有这个孩子们有些 不配花钱住院 姐下那么大雨你不要命了呀 姐 妈妈 妈妈 我知道 我妈成了 这丫头你什么事都干不好 我搬点你了 姐姐这么小就过来帮你忙了你就知足吧你呀 打这么重 孩子是你听说的吗 她就是个天生来讨诈的贱骨头 你装什么可怜的 啊 我善你哭 她我天天不打死 姐 啊 姐啊 没事啊 就在呢 姐啊干嘛呀 星星可人你女儿 这么些年 对她非打击吗 你是不是太多分了 她不是我女儿 她不是我女儿 姐啊你何必说这种气话呢 妈妈对不起你别不要我 没事 就就在呢啊 就是我生活就在这上吵 就行啊 没事啊 就在呢 咋的星星啊 就就弄疼你了 妈妈还打你哪呢 我一块把药给你上 别到时候留了把 还有这里 哎星星 你腰上能胎记呢 我没有胎记啊 舅舅你不会记错了吧 怎么可能记错 我亲眼看到的 是吧姐 哪有什么胎记啊 你腰上能胎记呢 是那见丫头从娘胎里带出来干东西 洗着洗水就没了 姐 你不要把渣男的气撒在孩子身上好吧 舅 你别跟我妈吵 她身体不好 你看看孩子多懂事 懂事个屁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真快乐 真漂亮了 真漂亮了 又年真是快乐啊 又年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吧 谢谢爷爷 哎呦爸 又年还小呢 你怎么送到这边 哎呀再小啊 都是我夏家唯一的继承人 夏家的东西都是他的 不够不够了 来又年 咱们许个夜吹蜡烛好吗 好 我想要全世界 生日快乐 谢谢舅舅 刚才不是哭的挺起劲吧 喝着都是装着呀 姐啊你够了 我还没说你呢 浪费钱给小镜中买蛋糕 别管你妈 刚才才心里许的什么愿望呀 我许的是快点长大 然后赚很多钱 让妈妈想服 忘了妈妈想服啊 那舅舅呢 是不是把舅舅给忘了呀 没有 我看就是忘了 没有 我看就是忘了 我能形容 这是下去我的名字 是成功的孩子 一产 他 离开手了 慢点 爷爷 送我辆新车嘛 这小店里骑得还挺快 车转走 爷爷恨不得把全世界都送给你 就快到了 你的生意 人也怎么可能迟到呢 怎么了 是个控词的 喂 撞到人了知不知道啊 你看我这小子都变形了 说吧怎么没见 明明是你自己撞的 你说什么 敢说老子碰瓷的 我告诉你 今天不赔钱 就不走了 发开 你到底生不少 哎小张 撞了撞了 有您的生日业要紧 要费多少钱 哎呦 你看我这手 我给你算一下 雇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 我给你打个钱 20万钱都让我走人 OK 那 chance 臭丫头 敢抢老子的钱不要为了哎 你這個手不斷了嗎 怎麼還能打人呢 我給我 姑娘別怪老的對你不客氣 好重的酒味啊 讓我想想啊 酒駕加恐嚇加勒索 這至少得判個兩三年吧 我叫你就是個什麼東西 公安廳副廳長啊 喂叫叫 臭丫頭 今天遇見你說我倒霉了 快到這兒等在我面前去 爺爺您沒事吧 爺爺您沒事吧 哎爺爺您不用下車呢 這是您的支票 這孩子 沒眼睛跟君華一模一樣 爺爺 您是被嚇到了嗎 以後碰到這種貨物 咱們就硬氣點 他們呀就騎碗怕硬 爺爺 爺爺 哦哦 你舅真的是副廳長 當然不是 我男的都會生氣 那你剛才給誰打電話 你這小丫頭挺機靈的 爺爺 我還得去副部呢 怎麼了 爺爺再見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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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將領域核隊 用我面的肥皈報告 結果什麼 醫生說 說不會有錯 那是君華 和英頸 都是O型血 什麼是A型 難道是 又年 不是君華的 青春女啊 爺爺 這件事 要不要告訴大家 不 任何人都別告訴我 我自己先回去 你去醫院 給君華又年做個親子鑑定 爺爺 記住了 我要 網紅醫師 哇 好基本 祝 又年生日快樂 你叫我幹嘛 是你呀 我們認識嗎 剛剛在路上我們手啊 你這種人我見多了說吧 鳳姐來想幹嘛 我是來送花的 有一個知識點 叫 我 敬周哥哥 你是來送花的嗎 嗯 你們定的香檳沒對請先收 那確認服務的話我就先 都下來了哎呦 哎這小丫頭 你怎麼會在這 爺爺 我是過來送花的 剛才不想請你衝動啊 對不起 還沒什麼是 爺爺 你認識他 剛才在路上處理點狀況 幸虧啊 這小丫頭出手 爺爺常常趕得急 給我的小公主過生日呢 今天是我孫女過生日 你就留下來 讓讓讓讓讓 嗯 謝謝 下爺爺都開口了 你就留下來吧 是啊 我還沒有好好的謝謝你呢 就留下來吧 別人想參加還沒這個福氣呢 還不快謝謝爺爺 謝謝你 爺爺 你看 你競爺這個色我花 好看嗎 走啊漂亮 生日快樂 這是我孫女的 衛鋒夫 這是我孫女的 這是我孫女的衛鋒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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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他們倆是不是很般配啊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門當戶隊 一百萬 離開我兒子 一個平民戶出來的下等人 拿了錢就趕緊 要不然 我就找你媽了 請你不要找我媽 我媽她身體不好 那就要看你怎麼做 門當戶隊 非常般配 小公主 客人都來的差不多了 嗯在前梯呢 我們過去吧 喂姐姐 我的小星星生日快樂 我的小星星生日快樂 生日 怎麼你連20歲的生日都忘了嗎 20 生日 好巧 好什麼好巧 姐 你多手機帶嗎 姐丫頭 你死哪兒去了 還想過生日 你是賤命配嗎 我出來送外賣了 然後客戶讓我留下來吃點東西 你自己什麼時候心裡沒數嗎 甚至還能留你一個純酸 敢跟我扯謊了是吧 我沒有撒謊 是我過來給夏家親戚撞花 所以他們就 夏家 是夏氏集團的夏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 又如 你去發我 姐 星星啊 別聽你媽瞎嚷嚷 我和你媽一會兒去接你去啊 哎 等著我啊 不用了舅舅 你怎麼來了 他們呢 生日快樂 江星星 謝謝你還記得我的生日 好 你放開我 你當年到底為什麼離開我 附近正 你約見 只要你請口向我解釋 我可以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當年我不喜歡阿伯 還你了 還能有什麼理由 你現在是夏陽女的未公公 給你自首 好 張學兄 好 現在是爺爺 現在又是靖州哥哥 你敢進入我的東西 我會讓你付一個代價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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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個月吧 啊 好羨慕呀 這種像公主一樣的生活對於我而言 只能是遙不可及的美麗 哦哈哈 我跟老伯伴兒去的什麼運啊 爺爺 你已經給了我全世界了 現在 現在 我只想要一位如意郎君 這臉小丫頭啊 金正啊 看看你父親什麼時候有空 抓緊時間把你們的空氣定一下啊 伯父 其實我 金正哥哥 要不 你先替我戴上媽媽送給我的鑽石項鑛吧 來來來啊 就是夏大小姐前天在拍賣會 一一的價格買下的項鑛 這下家小公主真是極萬千從外預先了 怎麼沒了 我明明放在盒子裡的 怎麼唱歌吹個蠟燭的願就沒了 大家不會被偷了吧 在這個各位 都是和夏家同一個階層會客 我相信大家不會幹這種偷竊的事情 至於你 你叫什麼吹個 我叫江欣欣 但是我沒有投你的項鍊 剛我就想問了 這少留社會怎麼會混進來個外賣員 這絕對是他了 一個缺錢的銅酸一樣 忍忍啊 你是不是隨時放他給忘記了 要不咱們再找找 哎哎 大伙 商務照啊 她說我請過這個客人 我相信她的人品 你們一個二個 不是我的撒謊是嗎 金正大小姐 我欺負她一個外賣員 罷上了什麼 媽媽媽媽來晚了啊 可算來了 這裡有小偷 啊 哈 這女孩怎麼那麼眼熟 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位安爺有點熟悉 又贏 這沒有證據知情 你不得亂說的 爺爺你怎麼這麼護著他呀 既然如此 讓他當你的孫女好了 又贏 爸 我真是過分了 你怎麼老護著外人呀 你媽媽沒有教過你 我想介意不守自己的東西嗎 我沒拿 二十年了 孩子 你還好嗎 姐 父母人家不能隨便進 咱在這等星星就好了 誰說我是來找那個賤丫頭的 哎姐 誰呀 您不能憑女兒的一面之詞就定我的罪吧 我無條件的相信我自己的女兒 下國母 星星是絕不可能偷東西的 辛苦大家再幫忙找一找吧 星星 叫得這麼急 他找什麼找啊 肯定在他身上 哎 六女 給我搜 哎呀 沒有你給我 給你 你敢推我 大小姐不先踏出 親自搜她身 是她的無姓 她竟然敢打人 從來搜她就是她 我沒有 但是那個 你已經不知道 連我夏君華的女兒你都敢欺負 別搜了 直接報警 君華 也不知道他爹媽是個神怪啊 神出這麼個不要臉的小偷 我沒頭 老爺 先進把怪出來的 爺爺 你今天要什麼東西 爺爺 你今天要什麼東西 哦 君華 最近是 我想 什麼事情都往後放一放 現在最主要的 是處理一下這個小偷的問題 你發誓 我沒有偷你的 熊人發誓就像我人這樣 熊人連臉皮都不要 是 不是沒有你們有錢 但這不是你們隨口污衊我的 既然你沒偷 跟你腦袖什麼 對約翁王當然神奇 我再說 剛才是你自己的 你 不是有臉 我偷偷下家的千金 依偷你一個低賤的外賣員 你真是可笑 我偷偷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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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你看什麼 不服氣是嗎 我這一巴掌是為人母的態度 任何人不准欺負我的女兒 那 還是你最好 幹什麼呢 悠悠悠悠悠悠悠 別攔我 我要救女兒 家都跑 家快跑啊 家快跑 如果妈妈在 她也会无条件地护着我 夏姑母 星星她没有时间醒前 在入场之前 她一直在打电话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当时就在场 我可以为她作证 丁周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认识人送了卖的 认识 看来这两个人有点 不知道也不是夏星星的慰望夫呢 在外卖远不简单啊 连夏星星的前脚都敢吃 你到底谁认识呢 还是不认识 我之前给父先生送过餐 江星星 你就这么急着撇开我吗 最好是这样 江星星 你给我认清自己的地位 不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从未觊觎过 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包括你的相比 还敢嘴 妈 缩她的身 宝贝 这是咱们夏家的临牌 随便算什么 不行 这是违法的 京正 这是你在插手的事 搜吧 不然他不会是 你给我站好啊 再敢动手就真报警了 哎又你 哎哎算了 爸 这是什么文件啊 宪贝报告 爷爷你不买果了 哇又你这事 待会再说 就送你住房 是 爷爷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对我追着爷爷 而且还特别维护这个外人 爷爷 你没头 你说没头就没头 你凭什么不让我搜身 我也是有尊严的 在那没有证据之前 不可以把我当做犯人对他 哪来呢 你让我掌控你个尊严 城市哪来的尊严 明洁 你 哇 我看你 你怎么老是或者叫外人 爸 你说你新人我知道 但是今天受伤害的是又宁 他是咱们的新真宝贝 他哪受过这样的委屈 这话 又你是咱们全家的宝贝 那是人家姑娘 也是办法妈妈捆着手心的宝贝 我妈 得强心理心 可以 谢谢 但我不肯确定 我是不是我妈妈的 任意也走起 真是店铺妈不爱 小小年纪送拉麦 我有这么好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家庭贝 就你个手脚不干净的劲啊 你妈肯定不是什么好家 不论你这么说我妈 我不论你和我妈 我就说了怎么了 你妈就是个下贱的女人 你 这手 我的女儿 我怀胎学院的女儿呀 哪来的神经病 不是教你 说曹淘曹淘道 原来你就是这个小偷的下贱妈 下贱 给我妈道歉 我道歉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请你对我妈放敦住 道天的是你 你是不是成熟样 同人家东西了啊 闭嘴 自己臭病了 喝了别连累我 怎么会我帮着外人 欺负自家女孩的母亲 不是吗 不曾要就算了还动手 求了她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不是 说你们俩在我面前演什么呢 还有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来看看你 我来看看你 看我 我是你女儿啊 我来看看你 你认识我老公 何止是认识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男人 什么意思 你就是夏军华吧 果然是杰和权养出来的尊贵是吗 那么的精官善善 我们这些底层的人是可比不利 胡说八道什么你 好好看看 这个杰人当年没打掉孩子 那这个女孩就十年 韩英杰 给我解释 你要如何解释 我不知道你从哪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夏菲尼女儿脱罪 也不能这么叛亲道顾 因为 我根本就不认识 你撒谎 你给我滚开 妈妈 小姐 闭嘴 又你也是你叫的 可惜死了 我爸说的对 就是要碰撞我们下来的人 不是的 我是你 你是这个小组的吗 你们这些穷人 平时手脚不干净的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小小姐 请你不要这么无理 无理的是你 姐姐姐 把藏龙叫出来 没有头 你是我妈呀 你怎么都不相信我 难道人家亲戚大小姐 还会冤枉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江欣欣 连你妈都不站在你这边 看来 你平时小偷小摸的事 也没少做呀 当妈的最了解子女是什么德行 看来在外卖原子惯偷了 拿出来 太醉硬了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你又是谁 这是我未婚夫 大妈 不是所有人偷东西都会自己承认 依我看还是搜身吧 搜身 江欣欣 你妈搜你总不算犯法 永远 是 她的尊严值钱 我项链就不几枪了 永远不然算了 不能这么算了 我 阿姨 您刚才说什么 这个臭丫头向来不听话 你给她的教训 你太过分了 这个女人 还是这么狠 我不管你平时怎么管教孩子 但是在这种场合 你这样做确实不合适 我怎么做梦境不需要比较 我用自己的方式 让女儿过上紧密密决的时候 还要在仇人面前 还一般修露她的女儿 过了 过了 我啥 我就当给你这个女儿 过了 难道人家天机大小姐 还会威望你 你一蹭蹭的 是要我把你拖是吧 路了 啊 这就是刚才是呢 姐 疯了 你又是谁 我是星星的舅舅 有我在我看谁去 不是我就在 你去废我 我的生日夜是什么垃圾场吗 什么垃圾都往里进 有你 爷爷 都怪你 要不是你放这个小贼进来 也不会生出来这么多事 牛娘 我许乱说 妈 现在好了 小偷一家子都来了 不对 你爸怎么明白 该不会说 你没有爸爸关你屁事 你这么着急干嘛 难不成 被我说中了 怪不得你这副德行 原来 有娘生没爹教我 这小丫头 嘴这么臭吃屎了呀 是 他没爸 我爸被婊子勾走了 又娘 也管别人家伤 爸 我也就是好奇一问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有男人抛弃气子 不过 我的爸爸是一个好爸爸 妈妈还撒娇呢 妈 别吃醋 我也爱你 你嘴甜 是我的狗男女 可惜呀 我们的幸福是假象 是我的孩子 哎哎 出来个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欺负我们家星星 这事我还要问你外生物 怎么啦咱没吃亏吧 他吃什么亏 是他偷东西 我没偷 就相信你 姐啊 星星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怎么可能偷人东西 你懂什么 他生来就是个快屁的 你在家 对星星严厉也就算了 出门在外能不能收敛 没事星星 不咱们走 站住 好啊 玩 还有这个 妈 你放开他们 永远 干什么你 永迷 别把事要弄得太大了 就是 好 既然如此 看在我生日宴的份上 项链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 江星星 你必须给我跪下道歉 星星 不能跪 永迷 就让他们走吧 项链 爷爷再给你买 爷爷 这事本来就怪你 我好好的一个生日宴被他们破坏了 今天我不找点乐子 是不会把兄的 永迷 爸 依着她吧 果然没完 这都是你罐子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当然宠着她 比起一个衣的项链 下跪算不了什么 对于穷人来说 钱比尊严难得 待贵就贵 别闹了 到底是我在闹 还是夏小姐在闹 穷能都是原罪吗 是啊 谁让你出生不好 出生不好的是你呀 又你 是我偷天换日 让你把真正的千金彩彩脚底 你行行 不能归 好啊 不归也行 咕打住手 靖州哥哥 这事跟你没关系 咕打不归 行行不能归 舅舅受到住 舅舅 你受得住 我妈受不住 开始 这金丫头为什么要带我这把好 好一个孝顺呢 女儿 星星 对不起 星星 这啥够了吧 我们走 行没意思 帮他们走 幼莹小姐大起 移的项链 说不要就不要 便宜那外卖元了 你家子求孙还在这也 请信 他妈的说什么呢 我家星星不喜爱的破项链 星星 没事 走就会带你回家过生日去 等等 星星也是 季季的生日 爷爷 季季 你记得多大了 关你屁事 爷爷 我今年二十一 和他费什么话呀 走走走 你对我给我生日去了 姐 姐你快点走了 这么近 可不可以女儿同年同年同日 谁是秘密的 我听到你见面了什么东西啊 有些什么 作为下室的微记车人 夏家什么东西不是我的 铁肋在建立什么呀 找到了 夏就是 夏佑明 微轻声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妈 来 沉沉喝了 拿什么呢 哦 没什么 爷爷的工作文件 哎呦 你又把爷爷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你小心爷爷又帅 没关系 爷爷不会骂我的 不对 爷爷今天就骂我了 还是因为那个江欣欣 过来 尤宁 过了今天呢 就是二十岁了 该不是了 妈 连你也像那个外卖员说话 不是 他是个小偷 偷了我的项链 他是个贱人 坏了我的宴会 尤宁 妈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 他是不是小偷 你心里最清楚 妈 你什么意思 妈 我 我给你买的项链 妈 这个不是 尤宁 我虽然不知道你跟他有什么固结 但是你这个项链 一直放在这个包里 对不对 妈 你既然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戳穿我 我夏军华 永远不会让我的女儿离开 妈 尤宁 我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老是找他茬 但是 妈永远会无条件的站在你 妈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傻丫头 你是妈的女儿啊 我不是你女儿 但我会想办法 永远做你的女儿 没你这个不样点的女儿 没你这个不样点的女儿 哥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那你一个宋怪 把你抛去嫁嫁做什么 我说了是夏爷爷他要 哎 便宜可跟爷爷 他不是你爷爷 祝你生 姐啊 你又打星星了 没有 别太后你妈 闺女长大了 不要动手动脚的 来来来 行行 吹蜡烛 咱们爸生日过了 来行行 过什么生日 他出生的那天 是我最痛苦的一天 妈 难道我的出生是一个作物 啊 所以我不是你 我不会被韩语姐抛弃 我会和有你果肉 风铭20年 那你为什么要生气 清晰 你妈说气话呢 姐啊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挺辛苦的 但你不要牵弄清晰啊 你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姐对夏家的女儿要比对自己的女儿好 别老说 你明知道清晰不会偷东西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命 帮着夏家千金羞辱清晰 我就想不出 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吗 你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 夏琉花是夏琴他唯一的前进 而你 有穷又贱的心 怎么够他道 因为人分三六九等 夏琉宁是尊贵的善的人 而我们 是有穷又贱的下的人 拿什么和人都 你 所以 不如我们早点认错挨打 早点回来 你要气死我姐 妈 老师教过 人不可以自情自荐 你要教育我 我只是想保护我们一家人 可是你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个家人 你什么意思 我有些时候都怀疑 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弄说什么呢你 姐你累了吧 你回屋休息 小姐姐 小姐姐 舅舅不难过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 你妈妈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别瞎说 你妈 新衣不是 新衣是最棒的 最棒的设计师 舅舅 你是不是偷看我设计稿了 不仅看了我还给你偷件衣服 那 妈妈知道了肯定挺生气 他明知道你有这个肩负 还一直让你送外卖 新兴的才华不能被你爱我 那你从哪里来 最大的中央公司 下去记得 夏总 这是最新拼拼者的设计稿 我过目一下 老七 这是 怎么了 这个戒指设计太妙了 和二十年前君华设计那一款 有一句同工之妙了 您指的是 小夏总当年拿过国际大将的戒指 是啊 当时大家以为 金华遗传了我的天赋 快看看 这个设计师到底是谁 这就那一条没得到那女孩 像公司 相识的场相 相同的天赋 事实上 有那么巧的事吗难道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记得放在这 爷爷你在干什么 啊 又林 你怎么来了 又林毕竟是我宠子长大的 结果怎样 我都不能上了这孩子的心 想你了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你先下去吧 爷爷在工作啊 你也先出去吧 下市以后也是我的 我提前熟悉下工作也没什么不好 大 啊 这就是那份鉴定报告吧 有没有 一起看看吧 正好我也想知道 爷爷 到底鉴定了什么东西 好啊 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又林啊 你这是 啊 爷爷我觉得这个宴台很好看 不如你送给我吧 啊你想要给他去吧 原来爷爷是怀疑 我不是妈妈的女儿 不是 嗯当时医院把血精搞错了 我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我是外面的野种 还特意选择宴会那天鉴定 爷爷 这就是你送我的20岁生日礼物吗 那你爷爷错了 你先找见啊 我夏佑宁 留着下家的血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 也只会是夏佑的孩子 你是我们夏佑唯一的血脉 啊 事还差不过 原谅你了爷爷 谁让 你是我的亲爷爷呢 ЕН 谢谢他 上家的人房附会给我 你就休想收回去 喂 幫我偽造一份報告 嗨 等會 換了這個 謝謝媽 我只是不想讓交警扣了你舊的電驢 我知道了 我會注意安全 誰啊 又年 又年也是你叫的 夏小姐 你來幹什麼 如果你是想要轉向量的話 我們這沒有 你們一家就蝸居在這麼個地方 還沒我家廁所的 你到底想幹什麼 這中村大媽怎麼回事 每次都肉麻稀稀敬重 好像我才是她女兒 真讓人惡心 我是來讓你擺脫貧窮的命運 我奉了爺爺的命令 邀請你參加夏氏集團的面試 什麼面試 爺爺很欣賞你的設計 誇你有天賦 所以希望你能進夏氏 真的 嗯 就在今晚華約會所的貴賓房 你給夏氏投竭力了 是吧硬了是嗎 我有沒有說過 不許你畫畫 不許你去下市 媽 我能靠設計賺貴你的錢 這樣才能讓你回去 就顧上鼻子 說的好 你不只是想趴上風 不許去顧風 不 必須得做 傻孩子 讓江欣欣接近夏氏華不是什麼好事 她遲早不威脅他們地位 夏小姐 欣欣她不行的 你可賣魚的 你懂設計嗎 賣魚的怎麼了 我還是賣魚的女兒呢 欣欣啊 我只是為你好 謝謝 但請你說話對我萬分尊重 好 我道歉 阿姨 希望你放下我們之前的誤會 不要耽誤的信心情誠 我希望 這 我拜託你了 女兒 這是你第一次睜眼看媽 你說什麼媽都會答應 好 你去吧 謝謝媽媽 謝謝你 你先別急著謝我 先把你這事重複吧 這是 面試穿的裙子 不用啊 這是爺爺的心意 他給你挑的 收下吧 請我謝謝你 容妮啊 信心很有天賦 我安排他和你媽見一面 他們 爺爺 要不 你交給我去辦吧 什麼狗屁天賦 我要把你打歸院下 今晚 就是你改變命令 你這面試穿這個裙子合適嗎 我媽說讓我聽夏小姐的 畢竟他們見多識廣吧 夏小姐就那小妮子 看著就一度個壞事 舅舅你別這麼想啊 不過我還不知道今天夏時來的面試觀試試 我有點緊張嗎 我們行行啊 一定行 嗯 那舅舅我先進去了 有事打電話啊 一會兒舅會來接你 好 舅舅可以開機 是不是 這邊 ㅋㅋㅋㅋ 這件事 我必須親自確認 確實有我們夏夏的風格 我對他呀 還繼續好奇 她是哪位设计师 爸跟我卖关子 只是我认识她 让我一会儿跟她好好聊一下 小夏总我们到了 好 夏爷 你不是 我是蓝面 哎小妞 你怎么才来呀 你不认识你是谁呀 哎 不认识呢 送你的抹心裙 那也穿上了 啊 这你怎么这么堕我呀 不是夏阿姨 这体力都是夏要你送我的 闭嘴 你自己堕落还在当我的女儿 是的 真的是 心灵和身体一样的肮脏 哎 大婶 你当我妞干嘛呀 哈哈哈 怎么着 挺想吓着我吗 远点 行了 别理他 不认识 放开我 怎么着 哎 你只认钱不认人是吧 你别似乎舒服了 我少扔你了啊 伤风败死 走 哎呦我真的不认识她 你去听我 我走 这种事啊 为人管不了 找你妈去啊 夏阿姨 走 夏阿姨 夏阿姨 这是我 夏阿姨 进去 现在这女孩儿啊 真是不自爱 她妈妈也不说管管她 那个女孩儿 想说什么就直说啊 那个女孩儿的眼睛 和您很像 尤其是她看您的事 哎 怎么还没来 爸 那个女孩儿还过来吗 星星还没到吗 星星 叫星星吗 看最后往边跑 哥哥喝了那么少 走开 咋呀 你有钱没得起吗 来 走走走 啊 啊 接着 老板 今天干死你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刚才那老大门 你开关去 改双朋友们找他 喊呐 你喊呐 哎呦呐 救命啊 啊 哎 老娘们 坏了好事 你别动他 干什么 继着瘦着 你你也不打理 我是谁 我的人谁敢动 啊 哈哈 行啊老娘们 打坐下 这 我不别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当然 这是下家 我记号房子 知道还敢这么放肆 老子是这里一把手 那就好办了 撤了华叶的管理层 你以为 你是下进华的动物 我就是下进华 你有这时间比我来扯 你好好想想你怎么补偿我 啊 走 把货别走走 不去 不去 没听见吗 他说不去 同家们 我很难关你爱 你管我是屁事 什么谁呀你 我是他妈 你是我该不该关 他妈 啊哈哈哈 怪不得 你们两个长得这么像 原来是没你的 要不算这样 咱们玩 一网 俩后 怎么样 找不死 你的花 做鬼也昏流 在床上不错 哈哈哈 走啊来 走 你让我再走 信不信 信不信我站在你前面擋口 好一個母親的事 今天不幹死你們 我這老闆 就這麼白當了 來的正常了你他們兩個我抓起來 你們都愣著幹什麼呢 誰給你們開工 你說誰是老闆你不知道嗎 李茂 你是不是忘了 你這個老闆的工資 可是小夏總開的哦 所以我的靠山是小夏總 怎麼讓呢 怕了還敢提他呀 小夏總該如何處置 嗯 我告訴你他就是夏總 你不該冒犯 人事變動的通知都下達了嗎 已經辦妥了 華月即日起 撮掉李茂所有職務有不落用 夏總 你饒命吧 你就把我當個屁放了啊 像不然 別人也難受是不是啊 你要道歉的人不只是我吧 我 我錯了 我怎麼錯了 你到底是害過多少人 都沒有 沒有 我發生 我用人跟他跑 第一次 我絕對第一次 我和你無言無處 你為什麼行動 是夏 夏佑寧小姐 只讓我這麼多 我也是沒辦法呀 我 你不要把他們說 趕緊帶走 帶走 我錯了 夏總擾了我 我喜歡你了 帶走 我喜歡你了 哎呀 我 夏總 哎呀 好痛啊 夏爺 剛才 我就當臉貌是瞎說的 至於甲剛年女生的事情 那是個權宜之計 令我先去 夏阿姨 我當然不會介意 反而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剛才能夠保護我 我的用戀更多人大 阿姨就在想 有點他在外面 這個事情 不管怎麼樣 還是非常感謝你 糟糟了 怎麼了 我今天是來面試的 但剛才發生那些事耽誤了時間 估計 夏市檢查的面試館早就走 在找這個嗎 這個怎麼會在您呢 你被錄取了 真的嗎 您是 歡迎你加入夏市 真的嗎 是你的才華吸引了我 這是你設計的嗎 嗯 說了也怪 你無論是長相 還是天賦 都比我的幼女更像我 哦對了 阿姨呀 為上次生日宴的事情 給你道個歉 那是個瘟 所以 您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您還 星星 你知道一個女兒 對於母親的意義嗎 難道就因為 她是一個女兒 您就注重為孕嗎 愛一生六年的時候 差點面對於她 我什麼生日 她出生的那天 是我最痛苦的一天 媽 難道我的出生是一個錯誤 我還出生的那天 是您最痛苦的一天 恰恰相反 她的出生 讓阿姨覺得 之前所有的苦難 都是值得的 阿姨是拼下一條命 生下的幼女 那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塊肉 所以注注為孕 又怎樣 阿姨沒有辦法不愛她 護著她 所以呀 一生氣是應該的 我沒有生氣 是羨慕 什麼 我羨慕夏佑 沒有我母愛 因為沒有原則的偏袋 傻孩子 天下所有的母親都這樣嗎 不 我媽不是 我甚至覺得她恨我 又寧啊 她本性不壞 只是那天呢 是她的生日夜 阿姨不想把她搞砸了 可是夏阿姨 您知道嗎 我被前夫所指的那天 也是我二十歲生日 所以 你真的和又寧 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 孩子 該不會 怎麼了 你 出生的醫院是有愛醫院嗎 我不知道 怎麼了 當年那個女人是姜欣欣的母親 她為何慌慌張張活著孩子 說過那個孩子不是她的 那我們的眼睛和您很像 尤其是她看人的時候 怪我呢 你們兩個長這麼像 原來是我們一樣 怎麼了夏阿姨 這件事情很重要嗎 非常重要 啊 那我問一聲我的舅舅 好 怎麼結果還沒出來 江宇江宇 你怎麼會懷疑 星星不是你外生女呢 算了 這鳥結果不出來 還是先去接星星吧 哎 你走什麼呀 結果出來了 啊我不看了不看了 關上了吧 哎給我 喂舅舅 星星啊 怎麼了 我想問你們一聲 我是在有愛醫院出生的嗎 你你問這個幹嘛呀 就告訴我是不是就行了 難道星星 愛你自己的生日了 呃 不是 不是有愛醫院 啊 好我知道了 啊星星等著啊 舅舅馬上過去接你 嗯 怎麼會 夏阿姨啊 我舅舅說我不是有愛醫院出生的 啊 不是啊 那阿姨已經做人了 我剛才是瘋了 啊 竟然懷疑眼前的女孩是我女兒 那又零碎是 哎 夏阿姨 嗯 我被錄取的事情 哦 稍後呢 我會讓助理把合同畫給你 你以後啊 就是夏世集團的首席設計師了 真的嗎 嗯 我會繼續努力的 星星 你要自信 遇到事情 要去爭取 要去抗扯 不要像一個軟柿子一樣 任人容 我不想給我媽聽麻煩 所以 我早就有習慣了配後的婚 你那是個壞習慣 你得改 嗯 阿宇 是你替那個賤丫頭投的解例 是啊 星星被瑕疵錄取了 星星是我的女兒 你憑什麼自作主張 是你的女兒 你什麼意思 我一直很好奇 星星那麼懂事的孩子 你對他非打擊嘛 限制他發光發亮 你想讓他殺魚 送外賣 我想讓他認命 他什麼命 和我們一樣的親 只要他還喊我媽 我就要讓他陪著我在這窮民窟裡 待到老死 快點就不喊你媽了 你什麼時候做的見點 這你不用管 星星真的不是你女兒 我外生女兒 我 你說呀 是 他不是我女兒 那個錢皮子怎麼可能是我女兒 星星啊 我竟然不是你舊 我是看著你長大的 二十年前 你做了什麼 我忙換太子 我把剛出生的女兒送去享福了 相對 我只能抱回那個賤牙 這女生很難的 現在在哪 二十年不去 性能功虧一退 我不能說 我也不會說 姐 你別逼我 是你別逼我 來著星星 去打擾我女兒現在的生活 我不會放過去嗎 星星你怎麼還沒睡呢 這是什麼 啊這是垃圾 對垃圾 你偷聽 沒有啊我剛回來 星星你有什麼事嗎 舅舅 你上次讓我幫你找林工 明天夏阿姨的發布會上需要個服務員 就是有點累 沒事舅舅這身體鐵打的沒問題 那 我去告訴夏阿姨好 夏阿姨 翹得怪氣熱的 嗯 江先生 我告訴你 別跟這臭餐飲似的 回著夏夏打仗 所以總做時間離下句話遠一點 嗯 你提到夏天華和夏家 姐就很煩惱 難道和星星吊賓的那個孩子 在夏家 李茂你這個廢物 那天小夏總突然冒出來 我也是沒有辦法 我媽 對呀 小夏總非要護著江星星 還自稱 是江星星嗎 不可能 江星星 憑什麼搶走爺爺和媽的注意力 憑什麼 我的東西 要想搶走 就得付出代價 在發布會上啊 夏時和富士呢 會簽訂長期的合作 而你作為首席設計師呢 正式露面 代表夏時簽訂合同 我我真的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在夏時上能力代表一切 我會努力的 這裏 就是我夢想起航的地方嗎 好像做夢一樣 要 真誰呀這麼一眼 舅舅 你就別去想 我在實話實說 星星是今晚上最亮的星星 住 說認真的啊 待會上台不要緊張 舅舅可在台下看著你 嗯 星星啊 如果 我是說如果啊 如果 舅舅不是您的親舅舅 舅舅 你不要做這種沒有意義的架設好不好 我會傷心的 星星 我之前很羨慕夏宇宁有一個無條件愛他支持他的母親 可是我現在不了 因為我也有一個無條件愛我支持我的舅舅 對 我這個混蛋 血緣有那麼重要嗎 星星他就是我一輩子的外甥女 舅舅 怎麼會這樣啊 你別說我一輩子 好 今天是星星的大日子 哎對了 夏宇宁在什麼地方 你找他做什麼 你找他做什麼 這就是他天啊 他可能在休息室吧 好 那我先過去 下個去加油 進 進來吧 您那就 放了 怎麼是你 是我怎麼了 江星星還真是有本事啊 脱家戴口的來夏室 搭吃搭喝 你說話注意點 我是來當服務員的 對 你這種最底層的窮窟人 可不就只能當個服務員嗎 你也告訴你那個可憐的外甥女兒 趁早滾伏他的屁肥窟 這裏可不屬 青星憑本事留在夏室 不服 老你媽去 你 把一個酒端走 我從不喝你這種窮人端了你就 誰知道會不會摘下什麼病局 不喝拉倒 你 幹什麼 你要打我是嗎 今天你敢動我一下 別說是你 就是江欣欣也要給我滾出下室 你看什麼 這是胎地 是又怎麼樣 你你再看 你再看我把你眼睛挖掉 還是 爹 你看這孩子多可愛啊 姐你看看腰上還有胎地呢家 原來你是我姐的女兒 你胡說什麼啊 我外甥女兒剛出生的時候我就抱著 她後腰上長得一模一樣的胎肌 所以才取名猩猩 現在 她的胎肌不見了卻長在你的身上 你 你記錯了 記錯了 不可能 我記得很清楚 你有胎肌 你你就是我的外甥女兒 不可能 我是夏君華的女兒 不是夏氏集團的唯一集成人 小夏總 聽說夏是來來的了不得的設計師 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女孩 她和夏入網 與我們的合作 非常有影響 除了幼女之外 我也見過夏伯母 如此欣賞一個人 哎呦 我也很欣賞你啊 不然怎麼會有今天的發布會 再說起來啊 那女孩 長得跟咱們驚華 已經是一模一樣了 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我還真的是好奇了 來 請請請 是江星星 那個賣魚的女孩 傅氏的副總 傅金舟 你見過她 嗯 金舟的媽媽 小伯母 嗯 她就是你剛剛說過的設計師 我現在最得力的助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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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惊 就是你 是嗎 是嗎 小伯母 這是上次的 半天都没看到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 瞬间当时上去补个桌 你们在休息室吧 走 咱去看看我的准儿媳 好 走 你敢不敢给我去做亲子鉴定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说我是江欣欣 那江欣欣是谁 夏云华的女儿 夏日集团的公主 你才是妈的女儿上 你撒谎 你们两个何其活来骗我是不是 是抢劫犯是强盗 嘴还挺硬 我现在就告诉所有人 哎你 不走去 我等会就来 这孩子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这都你 这有什么关系吗 她现在是下家的公主 以后啊 也是我们副家的公主 走 喝点东西 你咋我做什么 我得稳住她 对不起 你也会道歉 我求求你了 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 今天外面来了很多媒体 把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不好的 对不起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是要召告天下 欣星才是下市的公主 看你以后再欺负她 舅舅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说我是你外甥女 我求求你 一切等发布会结束之后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今天对于江欣星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转 她是作文设计师首次亮相 代表我们集团跟附加签约 你也不想看到发布会被取消 和视若而非的样子 你没有骗我 我没有 你可是我舅舅啊 我以后肯定会孝敬您的 还有 还有我亲妈 你等会 你先别叫我舅 发布会结束之后再说吧 星星 怎么 怕我下毒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为了庆贺你 成功取得了我爷爷 还有我妈的芳心 他们现在眼里可只有你 都忘了我也是下室的设计师呢 我只是做好自己的统治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什么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真强 是啊 你说的对 毕竟家里人的地位谁也取代不了 你说对吧 之前是我太善渡了 给你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向你道歉 希望 你能不计前嫌 爷爷和小夏总对我这么好 我也该对他们的家人大东西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哎 糟了 我妈让我去请傅叔叔 我给忘了 嗯 傅叔叔是父亲周的父亲吗 对 是我未婚夫的父亲 父是集团总裁 嗯 啊 信信啊 要不你帮我去一趟吧 发布会快开始了 傅叔叔要是不到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啊 我妈去不太合适啊 哎 不会的 这什么不合适 毕竟 你也是今天宴会的主角之一啊 那好 什么主角 你即将能为身败原历的小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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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过了 当年是我妈威胁你离开我的 对不对 你现在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啊 我要你辛苦告诉我 只要你告诉我 当年不是你主动离开我主动放弃我 我一定会挽回你的 很紧了 晓晓 你头为什么这么烫啊 怎么跑 啊 就说了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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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药了 你中药了 我只相信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 像你人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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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 百忙之中来到 富士和下士的合作会 下面让我们有请两方的代表 上台进行最重磅的签约仪式 有请副总和下士的 新人设计师江欣欣小姐 欣欣呢 我这呢 不会是 又你 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 刚刚我要去请富叔叔 江欣欣知道了以后 表示要替我去 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 剑骨头 哎阿姨 不如我们先去看看 你误会了 星星都不是那种女孩 你家的好设计师 前几年可是扒入我的儿子不放了 现在倒好 儿子没戏 敢惦记起老子了 那几天就把那条素费脸给撕了 什么 星星跟荆州 这这 下士的设计师 和副总搞在一起了 有这事儿 现在的女孩儿啊 为了丧位 嘿 脸都不要了 还还还还还还 这这块 这块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啊 张欣欣呢 什么星星月亮呢 我在这都休息半天了 也没人喊我 呦 是不是要用时间呢 怎么可能 那个女人呢 佣妞 你在胡说什么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不对 金钟怎么不见了 傅公子在隔壁休息室 我刚才看到他进去了 不可能 对不起 你 你要对我负责任 你可是想要引用不住 可我现在是你的人了 你这样是错 那就将错就错 啊 我 你 要杀了你 原来设计师务理不是副总 是副公子 可是这副公子 不应该是夏玲小姐的为贵夫吗 那他们俩下还能继续合作和联姻吗 我真延迟 我不想要你 好那张口就来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死心 你见骗子 妈 真正不死心的人 是我 儿子他配不上你 既然大家今天都在 也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 晓晓 我父亲都在 附近周此生 只爱江星星一人 非他不娶 附近周 你真是当众打我的脸 你又何尝不是当众羞辱星星呢 我只不过是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罢了 妈 这就是你和你爷心爱的事 你是 你就这样动作他强弄我的一切 既然 你跟他当女儿好了 你让他做女儿 我去死好了 诶 诶 诶 妈 我不是跪的 妈 妈不跪 瞎眼 我带你去爆炸了 滚 少跟我加星星呢 我真后悔我看走了眼 我真的是对心爱 还能再相信你 法院会所那次 我是君子 我真是不敢救你啊 我不是 不是 你倒硬起了是吧 是因为您教过我 要自信 要争取 要抗争 然后你就用在我身上了 不是的 我敬重你 所以我不想让你误会我 你可太敬重我了 处心积虑的接近 毁我们下室的合伙 强我女儿的幸福对吗 不是真的被陷害她 是这样要你住口 爹 别叫我 我不是你爷爷 我是 有您的爷爷 这个女的太恶毒了 我们该赢她入死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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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保护你 妈妈也会保护你的 我告诉你 我不在乎什么合作 也不容易 只有我的女儿 今天她受的委屈 我要让你加倍的偿还 星星才是你女儿 舅舅 你能说什么 星星 我来晚了 你那话是什么意思 都拍我这儿 我要上热搜 我要澄清之下 舅舅 舅舅 你到底在干什么 星星 以前就太自私了 想永远让你当我的外星人 你才忙着 为了星星的幸福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你什么真相 行了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住嘴 我偏顾 你这咋样子挺阴险 我不再放人 你欺负星星了 爷爷 你快把这疯子拉走 谁听她说话才做 你没看一段她腰上她猜体 又明白了 什么意思 有胎逼的是我姐的女儿 怎么了 是她 她在休息室欺负我 什么 不可能 我不知道什么胎逼 是她冲进来撕开我的衣服 我害怕的大叫 跑出去的 你放屁 这个服务员太大大抛天了吧 就是 我不跟江西星争了 我求你没有什么 你别装了 你让大家看你的胎逼 你要做我的女儿 你让你的舅舅来毁了佑宁 就是想取代她的位置 来做我的女儿对吗 不是的 什么区内 她就是你的女儿 痴心妄想 我夏天花只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夏佑宁 妈 你们穷人的野心太可笑 给你点染料 就想开个染房是吗 想当我的女儿 你不配 先是勾引我儿子 现在又想取代佑宁 你为了挤进上流圈子 还真是什么没脸没皮的事都敢做 我没有 我有妈妈 有舅舅 我不会抛弃自己的家庭 星星没有勾引我 是我帮不了她 妈 我已经长大了 妈 现在是那个贱民欺负我 现在靖州哥哥也不要我 我 我不回来 你别胡说 我舅舅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夏天宁啊 你这个骗子 我 我和他 陈青蛙我的女儿 你会让你跑过的 把电话报警 夏姨 求您调查这句话说 我只相信你自己的女儿 我告诉你 我会让你这个旧 下半生早在牢里动我 这你不会干坏事啊 我知道 不相信我就去 这又不想做了啊 快追我抓了他 哎别跑了 嗯 哎 小姐 小姐 你没事了小姐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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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讲话了 你别讲话了 不怕 小姐 小姐我去了 我不怕 小姐我去了 小姐我去了 我 你 很 小姐我去了 我去了 女太慢了 可以吧 阿姨你冷靜一點 阿姨你冷靜一點 是不是阿姨過去在什麼風伯月 等我一說笑 把我把 把我把他彈起 我都敢掐死你 阿姨阿姨先進一輩子就出事情 對 這下一個無論如何 在他的身邊你後面這個電壓都做什麼 從始至終 我想取得只有星星一個人 什麼設計什麼動作 看你就是這動男人的 是個標子你也是 我關你說什麼 啊 這怎麼 準備後事嗎 準備後事嗎 你是不是搞錯了啊 還是家屬健靈 哎 對不起 你還不會 謝謝 怎麼會死我不是你 你居然死 阿姨你把手阿姨先把手放開 阿姨 阿姨 說吧 你是不是要把下子的 我已經說你不會死 你為什麼把這麼扔命 他憑什麼要扔命 星星有出色的天賦和能力 他搞不定有一天 會像他的名字一樣閃閃發亮 他的身體 從我抱他回家那一刻起都變好了 他確定是一輩子的想法 就像我 就像我 哈哈哈哈 星星才是你女兒 你們看一看他腰上的胎記 就明白了 什麼意思 有胎記的是我姐的女兒 胎記 女兒 爺爺你找我 啊 又您啊 爺爺有個 不情之女啊 爺爺 我可是您的親孫女兒 你跟我還這麼客氣幹嘛 好 爺爺記得 你的腰上有個胎記 能否 給爺爺看看他 爺爺 你聽些那個賤民的話 你也只想 確保一下 那 那好吧 這 哎 這怎麼可能 被那個賤民髒手碰過的地方 很噁心 我不要了 原來那個星星胎記 就是我身份聽見的老爺 這不該手下有名的東西 我還給你 哎呀 這孩子 你怎麼根本不正經自己的生理啊 你媽媽咬的知道了 一定會傷心的 那爺爺你就不心疼罵了 自從發布會以後 我就發現 爺爺你怪怪的 不要 新星的舊主 他就無下死亡了 還有這好事 不理 是他先猥褻我再先 他自己逃跑會撤壯了 這是他活該 我就這麼教你做人了嗎 那爺爺想我怎麼做呢 這事 是在我夏家的地界當初的事 你和你爸 趕快夏家去吊咽 憑什麼 他屈居一個賤民 如果你不去 那麼 我就重新考慮 夏家就看人的位置了 爺爺 你怎麼可以對我這麼狠心 是不是因為那個江欣欣 與他無關 這因為 我們夏家俊成人 不該是個 毫無 威脅之虛的人 那 你就讓我送舅舅最後一陣吧 你就讓我送舅舅最後一陣吧 你這個掃把星 離這遠一點 我 我想給舅舅上出箱 可以嗎 是你害死他 你配 他不知道 是夏有年 你閉嘴 有年他不是這樣的事 媽 你為什麼 您可以相信一個外人 都不願意相信自己的女兒呢 我告訴你加信息 有年就是比你好一百倍 以後別叫我媽了 也不要再踏進江家幫我 媽 你原諒我吧 你原諒我爸爸 你原諒我好不好 我從未愛過你 我是不是我的女兒 你滾 你滾啊 你給我滾 媽 你給我滾一下 加油 加油 一閃一閃 連地零 滿天都是小星星 舅舅 你看天上的星星會發光 我不會 誰說你不會啊 咱們星星年紀還小 人家長大了 一定是全世界 最擾往的星星 哇 等我會發光了 媽媽就不討厭我了對不對 誰說媽媽討厭你 她呀 只是不會表達 星星學著發光 給媽媽一點時間 學著表達愛你 好不好 好 嗯 我會努力的 星星最棒了 從 的 飛 花 二 水 一雙有一對 彩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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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自己 晓晓 你没见啊 晓晓 站起來 站起來 星星 你走吧 我還要陪舅舅呢 跟我回家吧 我沒有家了 江星星你看著我 不會有人在 你看著我 靠救命 我在哪裡 哪裡就是你的家 舅舅 讓我成為你的家 我愛你 讓我來照 讓我來愛你 是你們夜裡那個十年的情形 我只是個辦法星 是我孩子的舅舅 星星星你不能這樣 星星 從前的你從來沒有被打倒 現在的你也不 記得咱倆認識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子的 是堅韌的 你是樂觀的 你是堅強的 你不能這樣 你要振作一點 好 就算你造花星又怎麼樣 我命因我不怕 我喜歡造花星 星星 從前的我一直很懦弱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沒有為自己做過選擇 可是現在我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我自己想要什麼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愛你我想照顧你 我想陪伴你 我想成為你的家人 江星星 我會想 這就已經復活了 家裡還需要你照顧 我們要正經期 等雨天 陪你一起 為什麼這裡那麼痛 為什麼這裡那麼痛 小小總 你 要過去嗎 爸 拿一根新鮮的戴毛髒的頭髮過來 幹什麼呀爸 幹什麼呀爸 這裡也別管啊 我 下總 下總 我還是不明白 上次的监定結果不是沒有問題嗎 我總覺得事情不對勁 去 想办法弄到姜勋熙的毛发样子 您这是 这次不用用你的头发都鉴定了 实际匹配 君华和姜勋熙的样子 是 你来做什么 以前求着盼着我找你 现在怎么 我欢迎他 哪有你这个商务中的最新 还没忘记我这个做题 那就不多话你废话了 走吧 你自身女儿到下家什么目的 怎么 怕我破坏你的荣华会贵 张文 你当初是收了我钱的 为什么能打掉那个灭忠 灭忠 那夏军华身的那个呢 是宝贝吗 楼上楼 放生饭 张文 你得知心自己的身份 真的是这样 他夏军华生的孩子就一定比我的孩子高贵吗 是 事实就是如此 你得认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秀宁兽的孩子 天安新鲜才是夏军华的女儿呢 你说什么 姓车 别碰 姓车 话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 我当初礼貌换太子 把你和江欣欣调换了 你才是我的女儿 原来江欣欣的舅舅说的是真的 女儿 闭嘴 我说回来认你当妈了 爸 原来是你脚踏两条铲搞出来的事 娘 你回去再说 为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你问你也太失败了 娘 你做什么呢 你自己搞出来的风流寨 不打扫干净 现在还来连累我 当初 就是你让她打掉 幼宁 我没打掉你 你是我的骨肉 我很爱你的 你看 我还反映换到负贵人家小国呢 闭嘴 吵死了 万种是侮辱爱 是想报复下家的人罢了 幼宁 要换就换得彻底一点 为什么还要江欣欣回来 你安得什么心 我已经把她赶走了 蠢祸 我还一起滚出这座城市 他害死了我弟 哦 原来是那个服务员啊 现在不行 不然的话 你死了 我呢 他是你救我 他是你救我 闭嘴 我说过 我没有救救 你也不是我妈 真要为我好 就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听听 好 只要你说 我无所谓 爸 我们走吧 你会 不会 你女儿怎么会这样的 我 你女儿 你女儿 这件事情啊 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还你 爸 我从前怎么没发现 你真高枣 别叫这么亲人 不管是我还是江欣欣 特不过是你潘高枣的工具 不是 江欣欣怎么能和你比他 没了平民我找他还要 行了 用不着讨好我 现在你我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我不会告诉妈 你也把嘴巴给我闭紧一点 妈 是是是 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江欣欣了 当年我不告别 你真的不怪我吗 很乖的 怎么不乖 当年我妈告诉我 说你是为了钱才离开我 对不起 可是我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钱 那简单 我最不去的就是钱 只要你愿意回来 让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其实我不是因为钱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 谢谢啊 是我妈用你母亲的事情 威胁你了是吧 不仅仅只是声量 我妈妈也说我赔不上你 你妈那是胡说八道 我妈妈那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对吗 她独自一个人 把我拉扯长大 她也很辛苦很伟大 是吗 可是你妈她对你并不好 我也 她只是不会表达爱 天底下 没有自己的妈妈 不爱自己女儿的对吗 我妈妈她肯定也很爱我 她一定不是真的 想把我赶出门的 好的 不叫这个 我 住进来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你现在身份 是夏又宁的未婚夫 行行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夏家的婚事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如果真的要你未婚妻 那也只可能是你 没有别人 可是你 你妈妈不喜欢我 是我娶你 又不是她娶你 关她什么事啊 她是你的家人吗 可你也是我的家人呢 行行 你以后 就好好待在我身边 不用多想 也不用自责 让我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附近周 谢谢你 我想听她 不是坚决 我爱你 我爱你 不哭了没事了以后都有我在 晓晓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 怎么了 你别着急 我可能就是预测量了 不行 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 嗯 怎么是你 怎么见到我 很惊讶吗 你去怎么进来的 这话 应该我问你才对 我才是晋州哥哥的未婚妻 他从未和你订婚 你懂什么 这婚事本就是两家国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打赢过他的小三 你敢打我 我说过 有人教我要学会抗争 我以后再也不是人家男人的 是谁 我妈交给你的东西 你就这样用来对他女儿 是你先来拿我的 江欣欣 我是上的 你是下的 我教训你 你就该受 如果你今天就是来 和我认识你们的第一次 那我说的不许 不许走 你凭什么抢我东西 我没抢 抢住晋州哥哥 还要抢到我的下领位置 凭什么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滚开 晋州 晋州哥哥 晋州 不是我 是他自己 对 你 也不是我 我 你 你 在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星星你怎么总是欺负又宁了你 夏阿姨我没有 你海角兵和我地克思还不够是吗 你到底是星星的妈 还是夏又宁的妈 静一静 检查是我心底 不好意思医生 你进去吧 外伤倒没什么 但是 一本报告不太好 是血而晚期 怎么会呢 是谁啊 谁的宝宝 是江星星小姐 俊宝 女生 女生 哎 女生 不可能的 星星她平时身体很好的 要不咱咱咱们再检查一遍 还好 我还以为 因为什么 她夏又宁的名是命 星星的密度不是命的是吗 你们听我说完好不好 夏女士 五年前 夏氏来我院做慈善活动 您曾经在我院 入入过一份您的骨髓样本 就是为了方便救治有需要的人 哦 我记得这个事 现在可有用户之地了 经过我们比对 您的骨髓样本 与张欣欣小姐呢 恰巧我说 什么 所以只要您愿意的话 我们会立刻安排手术 为张欣欣小姐做骨髓移植 是一无情缘的关系吗 为什么 为什么老初音就不能让张欣欣死透 欣欣 你听见了吗 只要你做完手术就没事了 你怕 你瞎紧张什么 欣欣丫头命硬着 把我弟渴死了 他跟没事人一样 小伯母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安排一下手术 妈 我难受 我们再去做个复查 小女士 您决定好了吗 我们好安排手术一起 谁说我要帮他骨髓移植了 您说什么 小女士 您要不再考虑一下 我当时领骨髓的样子 的确是为了救人 你就是有无所谓 唯独他 可行 看来老天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今天好像有点误会 要不我先出去 你们聊 下雨 我可以问您为什么吗 你怎么还有脸问为什么 你几次三番的欺负我的用力 我都没找你算账啊 你还伤我救你 可这是性命运关的大事 夏伯母 只要不是我的女儿 谁的生死跟我有关系 现在要死的就是你女儿啊 走我们去复查 夏阿姨 我没有针对我用力 可能之前有什么误会 我向您道歉 可能没有可能 我还要很多事情都做了 谢谢 夏伯母 算我求你了 敬州哥哥 江西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跟你在一起是处于忌妒 他说过 他要抢走我为我的一切 闭嘴 妈 那你救他吧 我不争了 说什么傻话的 你想要的东西 妈都会帮你抢过来的 你真是剑定一条 我女人失去的可是爱情 她的幸福 远于一切 我不会救你的 我们走 谢谢 别担心 你家会有办法 江阿姨 您是星星的亲人 您的骨髓 应该会和星星的适配 要不然咱们检查一下 兴趣还有一些生机 好吗 江阿姨 不合适的 肯定不行 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一世 晓晓 一定会有办法的 想想我 你怎么回事 我该走就行 我 您改变主意吧 你真是一点 不关系又有的情况 检查结果无碍 我让她又留院观察了一天 小宝宝 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是想救星星的 这孩子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 但你说像又又怎样 他终究是个外人 又影不一样 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呀 为了他 我可以做任何事 包括对星星见死不救是吗 你我都是生意人 咱来做个交易吧 您说 你跟又宁订婚 我就醒醒 你把星星的命 当成交易的筹码 不要试图跟一个母亲讲道理 不过你想救星星 后天晚上八点 你给我准时参加订婚吧 客气 就都勾 dor 脱脱 安 手术结束之后 我们家人要好好吃饭 我要忍 你以後天真的要去嗎 冬天換季的時候 記得多穿衣服 夏天房間你看不然太 你真的要和他見過 醒醒 這個蟲蟲對我來講太嚴重 我沒得選 我希望你們活下去 啊 可是我已經沒有救救了 如果我再失去 我一個人該怎麼辦 你中的藥 你不想活了 別忘了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聽著 我看 我聽著說這一句 我想聽著說這一句 我也愛你 什麼 金舟哥哥要和我定關 瞅你高兴恒文雅 妈不是说过吗 只要是你下药的东西 妈都会把你抢回来 妈 你对我太好了 这是不是对心情太过残忍了 爷爷 你走出病房了 江七星在楼下呢 你妈 爸 我知道你觉得我这样做 很自私残忍 卑鄙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女儿想到她心 我必须为她争取 说得没错 但我担心 你认错女儿了 君华和欣欣的亲的鉴定 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说你 是定位得听 你和那个贱丫头划清界限 君磁少了 扔出去 你 干 背着我残钱 忽然是下去我的建筑 傻丫头 为什么要做多余的事情 拿走 妈 我知道我存的这些钱 不足以让你安享外面 但是我说如果 如果我活下来了 我会赚更多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 妈 你知不知道你很讨厌 我要钱 是的 她很好 江先生 你为什么总觉得每个人都很好 我从小不是他 你就是妈你 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养老 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呀 我是你妈 辛苦好你自己吧 别这么死了 要不然你就会托梦来骂我的 您就拿着吧 不然姐姐也会托梦来说我不孝顺 我 算了没空了你吃吧 你 希望你小姐 您 事情都处理干净了 哎 江里死得非常干净 没人能回到您的头上去 我做事 我放心 你啊 嘿嘿 这还差不多 滚吧 你先休息 你在晚餐 晚餐啊 嘿嘿嘿 就你吗 你给我比伐 我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 等蒋青青出院后 我会让他 还有江文一起离开这出去 以后我们就没有后果出院了 爸 你还没长教训啊 什么意思啊 当初要不是你对江文留有余地 会给我惹这么多事情 要想高枕无忧 就得斩草出根 你要杀了他 说这么难听干嘛 他不是本来就学爱婉气 但等你合复营州变婚后 妈也就难 婚是要定的 妈的承诺 我是不会让他实现 妈这么疼我 只要我卖卖菜 他什么都听我 那已经是一条人命了 你当初让江文打掉我的时候 就没想到 我也是一条人命啊 行 只要能保证我们父亲俩的弄化富贵 妈都听你的 我要的 可不仅仅是夏娅的情 我还要夏娅的爱 很多很多的爱 只要江欣欣一死 我就可以取代她 让我一辈子夏娅公主 谁 谁 是我 我只是想来看看我女儿 我不是你女儿 又宁 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 阿宇不可能是你杀的 是又怎么样 他是你舅啊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是我妈 他也不是我舅舅 怎么会是这样的 别哭了 男人听见就弯了 舅舅 咱们别干坏事了 放过欣賢吧 等她好了 我第一个把她撵走 真是稀奇啊 你倒是心疼起仇人的女儿来了 我 这是什么 没事 我妈妈的老老钱 就这么点小文小会 就把你赶换了 你知道星星要送多少外卖 才能涨得这么些钱吗 她的贫穷是你造成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 别忘了 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可是你 你说 要是江欣欣知道 你换走了她的璀璨人生 她还会给你养老吗 会不会恨不得 杀 从你换孩子那也可惜 你怎么应该想到会有倾听 小姐 她这一出去 我把人说 喂 李茂 还想不想再多赚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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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須來他必須來 媽 沒事的我能堅持 他必須來 他必須來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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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眾所周知 我夏君華呀 只有一個寶貝女兒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真想讓我的女兒啊 當我一輩子的小朋友 但是孩子嘛 終究還是會 今天 當著各位的面 我就把我的寶貝公主 交給傅家的繼承人 傅京周 聽說之前你會求說你這是什麼 夏家高主怎麼會輸給傻的呢 淘汰結果 你是不能當副主人 你 十歲的時候 你學過一生 說想得到全世界 媽媽就盡你一切的能力 讓你擁有這個全世界 現在 去擁抱向我媽 你們 사가 擁抱 沒有 擁抱 四眼 你們 有沒有 我 我求你救救星星 我不是说过了吗 定婚宴结束之后我安排手术 你一刻都等不了了吗 快起来快起来 还有你一个病人 你不躺在手术床上 你跑这来干嘛你 压了什么心意 向女士 星星一刻都不能等了 她会死的 你什么意思啊 星星说你早上 你正所得最好老杀手术 星星 你怎么样 我记起来那个长沙里就是她 还不死心呢 也不看上自己什么家事 我离心就只有一步了 会生 妈 是不是我不会悠悠心说 谁说的 他们还能来婚呢 那就证明死不了 来人 把这两个爱撒谎的梦迪给我让出去 妈妈要骗人 你醒醒好 救救救星星 救救星星 你打开 你不要这样 我说星星 你不要 你得救星星 我的女儿还委屈的呢 我救你女儿 你给我一个救她的女儿 以为她才是你的女儿 她才是你的女儿 什么 我说星星她是你的女儿 这个理由够不够 妈 你胡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说 说明她不是你的女儿 星星才是 见不得我好 是不是 先是江星星她舅舅 然后又是她妈 你可编造这些可笑的谎言 爸 爸 我知道 你是不会相信你对吧 对 别担心孩子 别担心孩子 不是什么阿猫阿猫 都配做我的女儿的 你的女儿 还入不了我的眼 哎呀 乔莹真是我记得多了 孝耀玲从小就下家长大 怎么可能不是下家了 孩子你别大糊涂 下的人永远都是下的人 你醒我一次好不好 这一次 你别为了救我 爸我会退好不好 谢谢 爸妈妈别欺你我对不起你 妈妈永远不如跟女儿说对不起 我不需要一个和我亲的妈妈 我只需要一个爱我的妈妈就够了 不是 我懂吗 妈 你就认有这些人 在我的婚礼上哭丧吗 要哭你们给我出去哭 我告诉你 是你先撕毁的这个协议 捐骨髓你 为何 小母 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你救救醒醒 你不能这样 你会后悔的呀 我夏军华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不 你肯定会后悔的 爸 你怎么才来 爷爷 为了确保忘了一事 我金三月拿了报告 所以 我当务了一段时间 什么报告 你和江青新的 新的鉴定 我们自己看看吧 妈 妈 母女关系属实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一五一十的都给我说出来 二十年前 我做了韩依杰的情人 并和夏军华同时怀疑 韩依杰为了保住在夏家的位置 抛弃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好恨你了 凭什么夏军华的女儿就比我的女儿高贵 所以 当我得知夏军华和我在同一个医院场里 我却调光了两个孩子 让我的女儿去当生的人 而夏军华的女儿 就陪着我做夏的 所以 并宁是你的女儿 星星才是我的女儿 是 我的女儿并宁在生下来就有一块星星太近 所以他舅舅才给他去命为星星 你最后杀了你 看不起的女孩竟然才是夏家仙金 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 为什么要活死我的女儿 对不起 你醒醒 你醒了 你受苦吗 人也亏欠你啊 我做错了 我做得太厉害了 我差点以为别人了 喊死我自己的女儿 爸 我不是别人的女儿 我是你的女儿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是又怎么样 咱这都已经错了二十年了 为什么不能继续坐下去 永宁 给我闭嘴 小金星他早就习惯了一无所有 我不行 妈 可是夏天的脚上明珠 我不可以的 滚 你 我带死了我的女儿你 你 老我 不是还没死吗 他怎么就没死呢 给我带到他 夏天花只有一个女儿 妈 不要 妈 妈 闺女 那我别这么叫话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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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一身 两晴晴 满天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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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星星 星星你别吓我 你赶紧过来 快去跟妈妈去医院 星星 我不去 为什么 妈妈要给你鼓损 星星 谢谢你 但我不需要了 傻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你说可笑不可笑 整整二十年 我都生活在一个谎言里 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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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江星星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我没有太极 你不是星星 你是我生命当中的星星 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妈妈可以给你改 呀 星星 你生了我 但你不是我 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 你养了我 但你也不是我妈 从前我以为我是个坏孩子 所以你才这么讨厌我 现在我才发现 我现在都不是你的女孩 可是 现在我把你当做我的孩子了呀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那我呢 连我都不要了 对不起 知道的 我想听的不是这句 可是我好累啊 我坚持不下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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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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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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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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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人欺负我们家星星了 那你为什么哭啊 舅舅 你说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呀 哎呀 这个问题挺深哦 你知道舅舅没读过几天书 不过 我想 付出的爱总是真的 爱 对 星星 对妈妈 和舅舅的爱我都知道 舅舅短暖的人生里 有你这个外甥女 知足 幸福 舅舅 星星的烦恼我知道 不管哪个妈 想认就认 不想认就不认 只要我没星星开心就好 回去吧 万如我舍不得你 想舅舅的时候 就抬头看看天 天上有颗星星 是舅舅 真的吗 快回去吧 不要让爱你的人 等太久 啊 啊 啊 太好了 他醒了 下次爷爷 让我们就等了 对不起 谢谢 太阳 太阳了 太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